然後只要你有準備好 你經穩了 你就可以直接衝出去了 然後覺得累了 你可以先停在旁邊休息一下 但是不要往回看 不要逆向而行 就是人生就是要做對的事 然後希望你們能夠 走出去 只管的 走出去高第一的時候 能夠正向思考 然後不要想一些負面的事情 然後也不要做一些 傷害自己或傷害別人的事情 希望從這迎對之後 你們可以承受許多 不管在心靈或是身體 體能上應該也變強壯了吧 因為這幾天都走得非常累 跑得非常的累 然後飯也吃的特別多 相信回去應該前幾天會很累 可是之後體能可能有提升一些 會比以前更來長 然後心理上的話 心理也有所成長之類的 不管是 可能面對不同的陌生人 然後如何在短時間內相處 然後可能人際關係的 培養溝通什麼的 可以互相切磋 就是可能自己的脾氣 跟別人互相 因為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個體 然後 希望就是 如果自己 如果我們不能改變世界的環 那我們就改變自己 學習如何去跟別人相處 因為我們不可能永遠是一個人 然後希望你們 可以回去之後想想看未來發展的方向 因為在演講的時候 主任或是學長 可能有跟你們提一些未來的 未來任何的事 你們都可以盡心盡力的去做 就沒有學不會的事 就做就對了 如果一直在想說 結果結果結果 然後覺得自己 沒有那個自信的話 就永遠沒有辦法行動 有時候我們就太在乎結果 其實這過程當中 就是一種經驗 看你會從這過程中 學習到 許多的東西 像我們有 比賽 團隊的遊戲 像傳光遊戲 或是 生存之戰 其實我們都 主要是以你們的安全 然後跟 樂趣為主 就你們玩得快樂 然後安全就好 我們 有時候可能只是講講說 加油啊 然後一定要殺死誰之類的 可是 那也只是不用想 主要是你們開心就好 因為有時候 我們不會很在乎結果 主要是過程 你們有學習到東西 那就好了 對 然後 覺得你們都是最棒的 然後你們都經歷 然後 玩遊戲的時候 也很 賣力的去玩 然後可能大家都 都加入這個遊戲 然後不會 像 有人就可能還在想外面 其實既然來到評論 那你們都有 認真的在 參與這個評論 好 寶貝嗎 寶貝嗎 先跟你們說聲抱歉 我們是第一次帶贏隊 然後有許多事情 我們還在學習當中 然後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請你們多多包容 好 在贏隊的過程當中 第一天大家都不熟識 所以很難互動 沒關係 第二天 我們慢慢來 第二天 開始熟悉彼此 熟悉對方 熟悉 隊員們 在過程 在你們闖關遊戲中 看到你們 慢慢的可以合作無間 然後跟著隊長去 執行任務 完成任務 相信你們很享受 過程 找任務的過程 你們應該也很開心 然後 雖然我們好像 沒有像其他小隊一樣 這麼的 嗨 可是 我相信你們也彼此 心裡 知道彼此是什麼樣的人 沒關係 只要你們快樂就好 對 只要你們有學到東西 我們就很開心了 然後 未來 資管影結束之後 你們可以回去 分享給同學 說我們資管影有多麼的好玩 然後學到什麼東西 讓他們也可以 下一次可以來參加 然後你們回去之後 如果有 對未來的路 如果 還是很忙懂 然後也沒有人問的話 歡迎你們來找我們 可以跟我們談 我們會很開心 也很願意的幫助你們 然後幫你們找到 方向 記得加我們FB 記得加我們FB喔 寶妹們 愛你喔 好 第五小 第五隊的各位 就是 這五天來 真的很 很謝謝你們 配合 你們 雖然說 安靜了點 可是 配合度真的很高 然後 我 我 為我的第一次帶高中生 然後有些經驗 就是 跟你們道歉 就是 沒辦法把你們帶得很愛很愛這樣 然後 就是 我只能盡我 就是 一些 稍微帶過幾踢的 一些經驗的 帶一些有些FB可以幫你們帶的腳 然後 希望你們就是 在這一天 所 有一些東西 所學的一些 都把它 學回去 然後 希望你們都是 都是可以 有收穫的回去 然後 就 Lulumi 你就可以再有 熱情一點 不要悶哨在心裡 真的 把它 表現出來會 更好 然後 阿虹的話 你就 嗯 多 看一下 其他 其他人 就是 可能 一些 做事 怎麼講 做事的態度 還是 可以多學一下別人這樣 然後 浩宇 就 多充實一下自己 然後 讓自己講話 更有 更內容一點 然後 就加油 不知道你 心中那個 可以的 加油 然後 透露 就 這一天就跟你幾個交手 然後就 回去一定要吃精采 不要不吃精采 還有 還有 怡婷 你真的 還不錯 然後就 希望你可以 繼續再 不要退抗浮色 就加油點 就繼續留在抗浮色 然後看以後 有沒有 可能一起來 來 來治館這邊 一起帶贏 對 然後 怡婷 你還不錯 就是 可是平常就是 稍嫌安靜一點 可以再活回一點 會更好 然後怡婷 也一樣啊 就 你就 你平常可能 就是 不太習慣 就是 對人微笑 然後就是希望你可以 在 在其他 人面前 就是 盡難不保持微笑 其實 各個 就是 每個人都長得很清秀 這樣 然後 還有 Apple 就 你其實 還不錯 我們對上其實都 很不錯啊 然後就 女生方面都 都是 不夠活潑 可以再活潑一點 會更好 然後 就這樣 其實這幾天下來 我發現 就是你們都 改變還蠻多的啊 一開始 就是 就是覺得 瑋瑜跟 浩瑜 就是 可能是同學 然後也比較 嗯 外向一點 然後就會覺得 其實你們 就是 對我們 幣武小隊來說 就是 也讓隊伍輕鬆蠻多的 就是因為你們 比較主動 比較大方 就是很謝謝你們這樣子 然後 嗯 其他的女生 像是 怡琦啊 然後Apple 然後怡萍 你們 你們就是 你們就是 大部分的人啊 其他就是 這些女生可能 比較常聚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我這樣子 比較內向害羞 但我覺得 你們幾天下來啊 上月遊 那天啊 就覺得 嗯 有讓我蠻驚訝 就是蠻 你們原來都還蠻喜歡聽鬼故事 然後那天我覺得我們就是 有更認識的大家這樣 而且你們也開始會互相聊天 然後互相說說彼此聽過的故事啊 什麼的 然後分享 我覺得這樣就有改變蠻多的 然後就是還蠻開心的 嗯 然後 像 浩宇啊 就 超級 外向的啊 然後就是蠻好笑的 然後可能是因為大家 年紀都蠻相反的 就是其實大家都還蠻料得來 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像乳乳米就是 很 還蠻害羞的 而且你 就是怎麼說 吃好少喔 還說什麼 維持身材 對啊 然後多吃一點啊 然後像 我覺得 阿虹啊 就是常常 其實有時候我會比較擔心 有時候覺得 你好像就是 比較想 嗯 怎麼說 就是比較沒辦法主動去 融入 每一個不同的朋友 像一開始很擔心 一開始第一天啊 第二天的時候 你都會跟我說 可不可以去找你的 那個高中朋友 這樣子 對啊 其實來照這種營隊是主要來是 多人是一些朋友 這樣子 然後但是後面就是 蠻好的啊 經過生存之戰什麼 然後大家其實好像 嗯 都有一種團體精神 這樣子 然後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 第一次參加營隊 然後也是抱持了 又興奮 然後又害怕 沒辦法 做好自己的心情 那對我來說 我也是第一次在營隊 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就是對妹妹 很不好意思 對 然後我相信我們 都在努力 都在學習 為了不一樣的目標 然後你們有的人 高一高二啊 然後未來要升大學 不管是以我們高科的資管為目標 或是未來想要念其他所學校的 別的科系的話 就是 都多念書啊 用功啊 就希望你們 偶爾如果想到這些 五天四夜美好的回憶的話 就是大學生活 應該你們也覺得 滿有趣的 就是像這樣子 開開心心的玩啊 想起來的話 應該可以讓你們 念書的無力感 就是 稍微 放下 然後 更 更積極的讀書 這樣子 就這次天很開心 然後也很喜歡你們 然後希望就是 以後 也可以網路 網路那麼發達 我們也可以繼續聯絡啊 哪天來到高雄 都可以一起再見面的 對 我們都很喜歡你們 我們在高科等著你們 高科指館等著你們 好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Hank 我是文綺 這幾天在那裡 很高興能帶來你們 這群小鬼 啊 我們兩個不是一百分的隊伍 但你們 你們真的是一百分的隊員 超讚的 希望你們把這份 最學到一切知識 還有你們的熱情熱學 待會兒你們家鄉跟家人分享 跟沒有分享這個一切 這幾天 高雄很熱 對吧 我剛開始從台北下來 超級不適應 大家這麼辛苦的走著 看狂噴 其實我們看起來 都還蠻心疼的 但是 這幾天走下來 發現大家真的都進步了 每個人都很棒 你們真的超讚 也希望你們帶出這股熱情 跟熱血 活力 帶回去你們的家鄉 讓他們見證我們高課的熱情 讓他們見證我們高課的熱情 莫浩 你做事的時候 在做事的時候 如果能認真一點 又很棒的姿勢 一定會更棒的 可是你這小鬼就是太幼稚 正經一點好嗎 博訓你 有很多想法都很棒 我們都聽 我學長都聽到了 如果你更容易表達的話 相信到 你一定會更傷成了 不要這麼默默了 你真的很棒 芽芽 妳的味道好強喔 上學長真的覺得很敬念 對自己有信心喔 其實妳很厲害 真的 妹妹 前空系列車就抱歉了 謝謝妳這幾天 一直很支持我的怪主意 在以前我看到家鄉的熱情 YA 還有西瓜 西瓜這幾天 上山上海 真的是辛苦妳了 看到妳一定很辛苦 不過妳一定進步了很多 還有 還有 芬芬 芬芬妳笑起來很好看 希望妳以後 能藏不好這個笑容 到時候去家 到時候去長話就找妳囉 去長話找妳喔 最後是指引 指引 指引妹妹 妳還有無限的潛力 希望妳能再更努力 然後更參與更多事情 相信妳一定是 一定會有很大的發展 不要想說妳最小就有特權 人家商的孩子 明明就很熱情 別說在那裡假了 明明是個嗨咖 不要再裝了 對咩 齁 最後 希望如果大家有緣的話 我們高科見 一二三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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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